迫不及待的 要将在下之事 告诉贤王 告诉他做什么 叶琉璃 难道你不知贤王 与太子的关系 知道啊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关系好像也不太好 不过就算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 着急地将你告诉他吧 他是他 我是我 他与你们是仇敌 可和我 没什么关系啊 你可是贤王妃 我这贤王妃的身份 是怎么来的 你还不知道吗 我就是被扔来这鸟不拉屎秦州的 叶昭妍大财女的代替品 我很自知自明 也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个替代品而已 人家都不拿我上心 我还巴巴的操人家的心 这不是闲着的吗 实话和你说 我回去呢 也不会告诉贤王我们相遇的事情 这么着急回去呢 是因为晚上我们蓝芳园有个续餐 怕大家等着急了 要是你不信 可以跟我一起去 算我请客 无论是不是替代品 如今你已是贤王妃 将我的事告诉贤王 搞不好能争宠 也说不定 梅公子 你真逗 正是因为你是太子的人 我才不能说 难道我找贤王说 本来那梅寒川要死的 是我救活了 你确定我这么说 他会宠我 他不杀了我就不错了 我这种行径啊 放在另一个时代 就是妥妥的猪队友 拜托 我真的想多活几天 你倒是想得明白 错啊 我这叫 难得糊涂 真是个有趣的女子 多谢梅公子夸奖 那 我可以走了吗 刚刚她看好的是哪个 啊 梅公子 是这一件 叶家气女 便是叶家气女 眼光不知一体 这头面我送你 还有喜欢的东西吗 一起打包 算是谢梨 你可以如此理解 这个 没见识的女子 便是这般上不得台面 想来平日里 也是个喜欢占小便宜的 这女子真是仙王妃啊 为何眼光这么 哎 把整个店里 最不值钱的东西 都挑中了 嗯 没了 除了这四样 其他都打包 嗯 那啥 我点的是不是多了点 哈哈哈哈 都包上 包好了东西 夜流黎命 玉兰和玉珠拿了 转身就走